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10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原始点医学和经典案例 张医师我们在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一段原始点网站的演示视频 我们先以这一部分为开头 原始点网站演示 为方便大家查找原始点案例和相关资料 我们制作原始点网站演示视频 现在就为您演示如何使用 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最新原始点官网繁体版 简体版 英文版 即原始点APP以上线 为方便大家查找使用 我们在这里为您演示如何使用这些原始点资源 以便帮助更多民众 感谢您对原始点的信任和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 原始点资料查询 原始点案例及相关资料查询方法也是 原始点资料查询的几种方法 一、直接在游览器上查询 二、使用官网地址查询 三、使用原始点资料查询 直接在游览器上查询 打开您的游览器 如下所示 输入原始点官网几个字 按回车 进入下一页 点击这里进入繁体版网站 点击这里进入简体版网站 点击这里进入英文版网站 下面我们在电脑上以繁体版为例 给大家演示查询过程 当您在这里点击原始点繁体版时 就会进入原始点官网 如下页面 首先您看到这里有几个主选项 一、网站首页 二、原始点医学电子书 三、讲座视频 四、实作教学与答疑 五、守法视频 六、案例分享 七、各地推广点 八、最新资讯 九、精选影音 十、关于我们 本页就是网站首页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项 原始点医学电子书 这里您可以选电子书或有声书 电子书包含原始点医学最新减反版全部语音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项 讲座视频 这里包含2022原始点完整版讲座 和2022张医师线上课程 下面我们来看 2022原始点完整版讲座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2022原始点完整版讲座视频 您可以根据目录 点击进入任何一个主题观看视频 这个目录与原始点医学当中的目录是一致的 对于刚刚接触原始点的朋友 这里是您学习原始点的入口 提供您需要掌握的原始点基础知识 对于学习原始点多年的朋友 这里是您深入理解 专研和精准应用原始点到生活中的知识保护 下面我们来看 2022张医师线上课程 所有张医师2022直播的内容 按直播日期都在这里列出 您可以根据需要重复观看 2022张医师线上课程 北京台北时间 每周日上午9点至11点 北美时间每周六 美东9点至11点 美西六点至8点 美中8点至10点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项 实作教学与答疑 这里有八个不同的选项 一 实作教学 二 肿瘤问答 三 各种疾病问题 四 观念与理论问答 五 按推相关问答 六 饮食与内服浆品 七 温敷与外用浆品 八 其他 这里收录了张医师 回答学员的各种疑惑 展现最新原始点实作方法 可以根据个人需求 查找内容 比如 肿瘤问答栏目下面 主要是结合具体一些 癌症病患的情况 张医师讲解 如何使用原始点方法 来帮助患者战胜疾病 恢复健康 各种疾病问答栏目里 张医师回答各种患者的提问 下面我们来看第五项 手法视频 这里含2018-2020年 手法教学视频 通常最新的按推方法 在最新的手法视频中 下面我们来看第六项 案例分享 这里是使用原始点方法 处理的各种不同疾病案例 1. 新冠肺炎 2. 心脑血管中风急救 3. 投进眼耳鼻喉 4. 身体 肺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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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 8. 其他 9. 癌症与肿瘤 10. 神经精神 11. 糖尿病 高血压 12.感冒发烧 13.烧伤 烫伤 折伤 挑伤 14.中毒 15.动植物应用 16.实作分险 在这里按16类别展示不同案例 志工使用原始点医学方法 耐心帮助患者解除身体苦痛 恢复健康 大家可以点击菜单中的任何选项 查找您需要的案例 或者用关键词搜寻的方法 查找您需要的案例 下面我们来演示 如何使用关键词搜寻案例或问答 如果您目前使用电脑上网 无论您在原始点官网的哪个页面 在页面的右上方都有一个搜索框 如下所示 使用关键词搜寻案例或问答 在搜索框中输入您要查找的信息 如脑流 然后点击搜索框右边的搜索标记 搜寻结果如下 搜寻结果在这里显示出来 可能会搜到多个案例或张医师问答中 涉及的内容 您可以根据需要点击观看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您使用的是繁体版网站 您输入搜索的字 一定要用繁体 如脑流 如果您想使用简体网站或英文 可在这里点击相应版本转化 下面我们来看第七项 各地推广中心 这里您可以找到全球各地原始点推广处 下面我们来看第十项 关于我们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捐款链接 YouTube官方频道是原始点直播频道 可以观看张医师每周末的在线直播 和以往的直播内容 联系我们中 您可以找到与基金会直接联系的各种方式 比如给基金会发邮件咨询问题 联系我们 在这里您可以扫描二维码下载原始点APP 也可以直接到手机APP商店搜索原始点下载 原始点简体版 繁体版 英文版APP 均可下载到您的手机上方便使用 本页下方也有原始点基金会网站链接 及总部邮箱和电话 原始点官网及原始点APP 繁体版 简体版 英文版 用您的手机扫描此二维码 即可将原始点APP 安装到您的手机上使用 目前原始点APP 只能在安卓手机上下载使用 在iPhone手机上的使用 正在申请中 感谢您的观看 1.原始点医学 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临床包括诊断与治疗 治疗包括医疗与保健 其目的则是为了解决疾病 原始点医学 在理论上为了阻明疾病由来 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 体伤及热能不足为因 按推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联好心态为源 并在临床上 通过观察症状 用上述之源从因处理 以达到有病可保命 及疗愈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寿 预防疾病 其中观察症状 属诊断 按推属医疗 其余治疗方法 则属保健 我们先从文字来解释好了 先不看图 我们刚刚念的这里 第一个 我们谈医学 什么是医学 医学一定要有包括两部分 一个就是医学的理论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临床的操作 那临床 他还包括有两项 第一个就是诊断 第二个就是治疗 那再进一步详细的诊断 如果以中医跟西医就不一样 西医都是以仪器 那中医就以试诊心法 或是甚至以经末理论 来指导外治法 这些都算是诊断的一部分 那西医当然仪器 就不用说了 很复杂 而且检查出来的各种说法都有 好 那治疗 正常的治疗应该包括 医疗跟保健 那从这个角度在中医就有 比如说中医 因为中医大家也比较熟悉 他有治疗有分一针 二灸三用药 那针的部分就是属于医疗的部分 灸跟药 它是一个热源的概念 就是我们说的灸就是外热源 那药就是一个内热源 那热源就是一个保健的治疗 所以为什么说治疗一定要包括医疗跟保健 那医疗就是来快速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解症的作用 那保健就是改善热能不足啊 然后慢慢让体伤修复来达到治病的目的 这两者其实应该是不可分的 所以等于一针二灸三用药 是应该要这样来结合 那原始点也是啊 按推找出大开关来按 然后按了马上就能解症 这是属于医疗 医疗它的速度一定要快 所以按推是最快 那原始点的外内热源 就如同中医的纠根药一样 所以这个就不再重复 所以治疗应该要包括这样 但很可惜的在西医部分 他们只有医疗去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它 不管是解除疾病症状 甚至他们检查出来的异常 包括异常也包括 比如说异常指数 异常形态如像癌肿瘤之类 肿瘤刚刚提的 那他们就是 以医疗的手段来达到解决这些部分 好 简单的讲 进一步来讲 医学它的要素必须要包括这么多 但西医好像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 他们的治疗只有医疗而无保健手段 所以在治疗上西医就劣险 他们的格局还不够大 看似方法很多 但真正会看门道 一看就看清楚了 这个没有热能 很多病是处理不好的 我们之前有说嘛 你组织器官运作的背后 一定要有一个热能去推动 没有热能是不行的 那你不谈热能 很多病是治不好的 好 那我们来看 医学之实践 也就是在临床上医学 一定要通过诊断 这是大家公认的 那诊断我刚刚已经讲了 中西医是不一样 原始点比较跟中医一样 好 那以医疗或保健之言 就如同我说的 西医的处理 不管用药或打针 他们不会去找体相及热能不足的这种因 他们一定是从火 然后他们也是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没有热能的概念 温敷或是外内热炎的概念 所以没有保健 那以医疗或保健之言 前面也讲 那个中医都有 那重因或重果处理也不一样 原始点一定是重因 也就是找出疾病之一 体相及热能不足下手 那体相比如说找出压痛点来 在原始点的位置找出压痛点 也就按推原始痛点来达到解决疾病 那西医直接就从患素下手 疾病地方 所以重因跟重果处理也是不大一样 那中医有时候感觉是重因 但有时候也会强调重果 这一部分我就不再详述了 后面医疗与保健会多谈一些 那总体来讲 医学的目的 不管你重因或重果 都是要解决疾病 因为有了疾病才会有医学 所以医学是随着这样而来的 那这个是对医学的整个介绍 那原始点的医学到底跟这个医学部分 它的运作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什么相同或不一样的呢 那原始点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用要把理论说清楚 它先设定因缘果 把疾病以衰老设定为果 然后体相及热能不足为因 那治疑治疗的方法 按推 热源 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为严 那如果以中医辨证 他们的治疗方法 比如一针二九三又要 也就是严了啦 以原始点来看 那他们的因就是变体质或经络的理论 来决定穴位 那这些原始点也是一样 原始点跟中医就是透过观察症状 然后从果推因 然后再从因处理来达到 有病可以治病 无病可以抗老征受预防疾病 这样来看 原始点也是以医疗与保健的手段来达到 而且他是从因治病 但比较可贵的是 他的治疗方位就已经扩大 他不只是在疾病方面 他如果有病 因为你老跟病 他的因都是有体伤 极乐能不足所致 那你把因改善 那老跟病同时就改善了 是这样来的 所以他等于不治老 他也是在治病 但不治老 老也可以改善 那面临死亡 我们也可以因为征受而把死亡拉长 也就是让死亡不要那么快到来 这也可以达到 而且你因为你从一下手体质改善了 那自然体力自益力就提升了 自然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所以原始点这样来看 我们整个的生老病史 老也可以抗老 病我们可以快速治愈疾病 那再来还可以预防疾病 所以这个原始点 他已经把很多生老病史的问题 都同时解决 那他看来对于这个医学 只有解决疾病的企图心 已经不在这里 而且疾病当然要解决 其他的问题也同时可以一步到位 这也是原始点的特色吧 那中医也有这样的味道 所以他们还是有养生保养的概念 好 那我们来看那个图表 医学的图表 好 我们从下面来看 医学 他医学必须要有两个因素 就是理论与临床 那理论太多了 西医的理论太多书了 看都看不完 中医也是几千年来 历代的书籍也是多到不可申诉 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讨论 真正理论最少的就是原始点 他在理论部分 整个一本书下来 我看差不多一百页左右 所以算是对大家要学医学的话 算是负担最轻的啦 而且最快速 然后不要看他少 而且他该讲的各个医学的介绍 或是整个为什么医学 可以治病啊 种种理论啊 都写的还蛮详细 好 那理论部分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最主要在临床上 临床上他有分诊断跟治疗 那前面也讲 诊断西医是以仪器 那中医是以经络理论 跟试诊心法 那原始点是通过观察症状 来从果推因 来达到从因治病 好 那在治疗的方法 西医只有医疗 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他们不管手术或西药 都只有医疗保健 那后面医疗与保健会详谈 这里就稍微点一下 那原始点的按推 或中医的针刺些位 都是属于医疗的部分 那保健 保健原始点就有分外内热源 那外内热源中医也有 就是揪跟药 这些也是 但原始点对于重病患者 特别又强调 一定要懂得运动 还要充分修行 还要良好心态 这几个原始点认为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健手段 不可忽略的 所以特别把这些也 直接提出来 那在按推部分 原始点当然是以 按推原始痛点大开关为主 那按推原始痛点无效的情况下 才会进一步再来 患处的周围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也就是按推患处痛点 来帮助原始痛点解决 那个患处体伤 那按推原始痛点能够立刻快速 其实这个箭头如果再准确一点 按推原始痛点 它事实上也可以 改善他处跟患处体伤 这个我必须要讲 如果箭头 这里不要再 直接点出他处体伤的话 它事实上是可以改善 他处跟患处 因为它是大开关 但问题患处体伤 它力道不够 所以要借助患处体伤 它有影响 比如说膝盖痛好 那膝盖痛 大部分人按推臀部都有改善 但只有少部分人怎么样 按推没有改善 而必须在膝盖周围 找出压痛点来按 也就是按推患处痛点 来达到解症 那他按了 如果说膝盖没有改善 但是没有立即改善 不是说真的没有效 它还是会影响膝盖 如果没有影响膝盖 那之前的为什么九个人都好了 只有一个人没有好呢 那这一个就是因为 它比较在患处里面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在患处 也就靠近疾病的地方 再找出开关来 也就是压痛点来 然后再从压痛点去解决 患处体伤 所以当然如果主要这样说 原始痛点是解决他处体伤也可以 但不能说原始痛点 他不能解决患处体伤 只是没有立即性 而且效力不够 如果久了可能就有效 但是因为不够 所以必须还是要借助患处 按推患处痛点 所以这个图表 只是把大开关跟小开关 稍微比较直接的这样化 事实上大开关是已经涵盖 他处跟患处 只是它表现在他处更加明确 就是一按他处体伤都解决了 那患处就不明显 患处因为不明显 所以就要在患处周围 再找开关来按 所以这两者 它的彼此间 一个是大开关 一个是小开关 那整个的处理 我们就做这样的解释 好 那至于保健的手段 最主要是以外内热源 那他们最主要是要改善热能不足 那改善热能不足 热能是什么 身体的热能就是去 推动组织器官 正常运作 它的目的是这样 有这个热能他才有办法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设备 包括比如说电风扇 电脑 或是空调 它一定要有电 没有电 这些都运转不了 那热能就像电一样 它提供这些设备 一些电力 那我们组织器官 要正常运作 一定要这个热能来推动 所以热能 起了很大作用 甚至比我认为 体伤还要重要 也就是 你不要看组织器官运作 背后都是电力 电力有时候比设备还要重要 好 那体伤如果就是指身体 组织器官 运作失调的一个状态 我们称为体伤 那体伤刚刚有讲 比较偏向他处的 一按 他处大开关 就能解决的 我们叫做他处体伤 那按推了没有效的 也就是光按大开关还没有效 那就只好还要加强小开关 那就只好在患处的周围 再找压痛点来按推 那所以按推有效的 称为他处体伤 没有效的 我们就把它称为患处体伤 好 那按推可以直接解决体伤 那改善热能不足 他一定要 有一段时间的吸收 把热源转换成热能 然后有了热能 再来推动组织器官来修复体伤 来达到解决疾病 他们的关系是这样 那进一步讲 如果你有体伤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比如你疼痛 就是一个有体伤的症 那如果你靠吃药或温敷 他虽然也可以解决这个体伤 但他需要的是比较长的时间 就好像患处体伤 我们按推原始痛点 当然有帮助 但那个时间实在太长了 不如直接按推患处痛点 所以如果有一些症的不适感 或是怎么样 你要用温敷热源当然也可以 但是时间要很长 不如直接找开关按推 反而快 所以他们各有所长 但有体伤 他一定会消耗热能 同样热能不足 电力不够了 那这个设备在运作 也会产生困难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又互为影响 好 那这个我们原始点 就看出这之间他们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所有疾病 包括衰老 他们的会导致这样 都是因为有体伤跟热能不足所导致 所以在治疗上 原始点的医疗跟保健是密不可分的 而且是必须要同时应用的 你按推完一定要热颜温敷 轻重症 那如果重病甚至还要喝姜汤来改善体质 甚至还要配合运动 其他的保健方法 好 那这里治疗疾病既然医疗与保健 也就是按推与热炎必须并用 这样才能够同时把体伤跟热能不足 同时改善 那也就是中医如果这样来看 他们的一针二九三用药 事实上对于每个患者 也是都要结合着用 而不是分成什么针灸科 或内科这样分法本身从这个表来看就已经有一点怪怪的 那已经走向西医的这种分科分类 因为他们只有医疗那又细分那就更一个医生就所懂得更加有限就不能很宏体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疾病 那我们原始点按推与热炎必须并用 所以可以同时解除体相及热能不足 那改善了之后 那当然就可以解决我们所谓的果 果就是指疾病跟衰老 那疾病里面又有分症跟状 那衰老呢衰老里面又有分异常形状 异常指数 当然如果从一剂检查 他们还可以检查出那个组织受损 那这个也是属于疾病的状 所以在这个图表就不特别标明出来 那整个原始点的运作就很清楚 医学就可以解决到疾病 尤其以原始点它还可以 因为从一下手还可以解决衰老 好那我们这个图表就 也就是如果再补充一下 因就是大家要再注意一下 果就是疾病以衰老 那阴呢 阴就是体上跟热量不足 那盐呢 这里就提出了 原始点是以按堆还有外内热源 其他保健方法 这就是阴盐果 那我们前面刚刚文字介绍的 就是在谈这一部分 那从这样来看 原始点完全具备了医学的实质 因为它既有诊断 也有治疗 而且它的治疗又很完善 它又有医疗跟保健 那又可以从阴下手 来找出疾病之因 然后来疾病之因改善 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症跟状 还有衰老的异常形态 以异常指数 所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医学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那这个医学也适合 从这个表来看其他的医学 也可以看清楚 中医也是适合 它也有理论跟临床 那临床它也有诊断 刚刚已经讲了 他们的诊断有分外治法的诊断 经络理论 还有内治法的诊断 就是包括试诊心法之类的 那有的诊断 他们治疗也有医疗与保健 他们医疗就是针刺穴位 那保健就是我们说的灸跟药 那所以他们有了这样 他们对我们身体的体香 跟热能不足 中医同样是有效的 所以对于这个从 所以我会把中医还是归类在 他们还是从因下手 不是从果下手 然后最后也可以达到 如果中医这样来看 不只也可以解决疾病 他们也有养生抗老的一些效果 也可以跟原始点达到同样 有病治病 无病可抗老诊受的目标 甚至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好 那我们医学就介绍到这里 试题免疫案例 2013年我动了一个医生 所谓的小手术 就是我子宫的水流和血囊 切除手术 那三个月后呢 其实我就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在一夜之间 我的手完全动弹不得 我没有办法写字 穿衣拿笔 我每一样东西 我都是需要人家来服侍我 我不晓得是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到处都去找方法 我总会有好的一天 直到有一天 我到一位很多人都说 很有名望的医生那里 他告诉我 你可以动手术 只是说半年后 他会再复发 每半年他就会复发一次 那比较遗憾的就是说 你最多可以活多三到四年 就是四年后 今天的我还依然活着 其实当时候我听到 我还剩下最多四年的命 我第一个想法其实就是 我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我要做那么的多的东西 那最后 我花了那么多的钱 我看完所有的医生 最后我什么我都得不到 我只有一个死 所以我当下我马上我就崩溃了 其实我唯一要做的就是 我回家看我爸爸妈妈最后一眼 我会自行了断 因为我想活得比较有尊严 但回到家乡 我妈妈一看到我 他就说 我听说那个原始点好像很不错 你要不要试一试 我其实我是真的想敷衍我母亲 我真的是去原始点看一看 当时候有一位师姐 他就帮我按推我的手掌 当天我的手就肿脏得很痛 我就很不高兴很生气 就是连死你都要让我死到最痛的那一次 我就受不了 但是我妈妈就看到我这个情况 他就让我看光碟 我看了光碟 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 那我跟我先生说 我认为这个是我最后的希望 能和不能 我就是靠这一次 我回到家义去了家义的原始点 师姐让我喝一杯姜汤 很小的一杯我记得 而且也不是太浓 我回到家我开始呕 吐 晕 当天晚上我在喝的话 我其实就开始肿脏 麻痹 那身体就开始发红 痒 真的是受不了 接着的那个时间 我其实就开始 晕啊 不舒服 发高烧 甚至我进入半昏迷的状态 我先生跟我母亲吓得半死了 就互相沟通 然后我先生就在我耳边 轻轻问我 现在马上就送你去医院好吗 我告诉他 医院我去了很多 我几乎那个是我第二个家 我知道医院帮不了我 医生帮不了我 西医帮不了我 这一次你一定要支持我 我就只是剩下这一个希望 我讲完了过后 其实我已经几乎昏迷了 很幸运的 我的先生并没有把我送进医院 隔天师姐师兄都有来帮我按推 甚至拿姜汤给我喝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维持了大概三个星期多 近乎一个月 间中我真的是有气无力 我完全是处于虚弱的状态 那三个星期过后 有一天我自己站起来 我自己可以洗碗 我自己可以钢水 我变得正常了 是原始点让我有今天 是原始点在三年后的今天 原本就是我的死期 我竟然还可以站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原始点的优点 跟原始点的能力 是原始点和张医师 延长了我这一条命 是原始点和张医师 丰富了我的这个生活 也更加是我们的义工们 我的志工们 给我的支持 让我在最绝望 最崩溃的时候 扶我一把 我增进的 谢谢原始点 梁先生73岁 驻美国旧金山 2011年检查出罹患胆管癌 动手术割了胆 因为胰脏大肠未有感染 也割了一部分 手术后做了半年的化疗和电疗 2013年癌细胞原位复发 再做化疗和电疗 这一次做完化疗后 体力严重衰退 体重减轻 食欲不振 而且手脚变黑 2014年2月20号 第一次到推广点 脸色发黑 化疗和电疗的副作用 手心手背都变黑 脚底和指甲 也严重变形发黑 2014年2月20号 开始接受按推 一星期三次 太太也学手法 每天帮先生按推 温敷煮浆水 两个星期后 志工拍摄脸部和手脚 都不再那么黑 体力也逐渐好转 两个星期就看到效果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后 首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后 脚部变化比对 2014年2月20号 2014年3月8号 两个星期的变化 梁先生更加有信心 半年后 体力大幅改善 复诊检验报告 一切正常 半年前发黑的手 半年后 红润正常的手 半年前 变形的脚 及指甲 半年后 恢复正常的脚 半年前的气色 半年后 气色红润 一年多了 姜水 按推 温敷 运动都没有间断 每星期 还是到原始点的 推广点报到 现在体力很好 能吃能睡 感恩张医师 发明原始点 造福病苦的人 更感谢志工们 为他服务一年多的 无私奉献与爱心 2017年9月 后续追踪 2014年2月 开始做原始点至今 坚持运动 身体越来越好 肥好了吗 好 他最重要的运动 他运动很精华 他很配合 整个运动 全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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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梁的 我14年患了癌症 整个运动 三年都是黑 我用了原始点 我现在呢 这几年也没复发 很好 我好多谢原始点 对我 我的意料 好多谢 稍微动一下就痛 无法工作 心情低落 更是恐惧担忧 脸 手脚 全身一直掉皮屑 真是体无完肤 已无外皮 只有皮下组织 每次一动都痛 无法睡好 真是噩梦一场 朋友介绍一个原始点 调理牛皮选的案例短片 我们看到它情况 也很严重 用了原始点完全康复 这给我们很大的希望 于是找到了旧金山原始点的服务处 2016年9月3号 开始进行原始点的体验过程 第一次到推广点时 志工告诉我 每天都要拍摄 一定会有明显变化 而且只要照着原始点的方法做 必定会改善 刚开始 我半信半疑 拍了两周 也没有太大变化 旧金山推广点 派志工到我们家做家访 仔细关怀我们哪里做得不到位 发现我们江水煮得太淡 室温太低 温敷也没做到位 结果 经过志工指导后 短短一周就明显看到改善 2016年10月24日 一个半月后的脸部 手部 脚部 及背部 这一个半月的进步改善 我们太感谢 也太感动了 我觉得是 我认为 智工爱心指导 及细心按推 二 程先生的心灵指导 喊话 三 喝比较浓的姜汤 四 多温敷 尽量休息 五 做运动 两个月后追踪 身上的皮肤完全康复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 再次感谢 所有旧金山的志工们 相信我们 只是众多受惠病人的 其中一个 我们愿意 以我们的案例 证明原始点理论 加上实际操作 让我们全家 重现欢乐 更重要的是 这过程中 我们感受到的 爱心与鼓励 感恩张医师 及志工们 无私地帮助人们 解决病苦 因为我工作 但是,昨年16月的冬天,我感到更糟糕,更糟糕,更糟糕 你看到的视频,从头上到头上的尾巴 所有的地方,没有其他地方 甚至失了毛病 尤其更糟糕的地方,有毛病 皮疙瘩的皮疙瘩,不能活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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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但是,我的妻子的朋友住在 Philadelphia,Pensyvan 她的视频,我认识,我认识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 我认识,因为我认识,我认识 因为视频,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 我在这里行到SanFranCisco 我认识,我在这里认识,我有很多感叙 我很有疚状感 我认识,我想自然,不要争光 一定会去你的感叙 也会回忆 完全失敗了 但是他很瘋狂,很強烈 你懂嗎 但是第一天我記得他把我的草莓包放在那裡 啊,太痛苦了 我拿到我的媽媽,啊,太痛苦了 但是你們知道日本人的英文說 沒有痛苦,沒有癌 但是太痛苦了 因為沒有地方去過 我們在 2006 第一次我去醫院的醫院,他們給了很多酸酸酸的酸酸 有些什麼的治療 當然,我只有一些時候回復了 但是我停止了,因為我停止了,因為我感覺很危險 所以我開始了,在開始 我放了芝麻粉和腿和手 因為痛苦,我好像臭了 很痛苦,但我只是相信他在說 我妻子的同樣說,就做了 但後來,其實變得更糟糕 更糟糕,更糟糕,更糟糕 更糟糕,更糟糕,更糟糕 但幾個月後 對,對,猶豫的嗎 對,我對身體感覺更糟糕 對,雖然對身體做得更糟糕 對,雖然有點糟糕 但是我懂得更糟糕 以來我感覺更糟糕 我會變得更糟糕 這就是我 你看,這樣子 我沒想到 不要選擇 在十十年後,我已經作了短衣服 只有這生日,我可以享受短衣服 我真的想要感謝這些工作人員 和我的妻子 特别是我们对这种情况完全不就是无知 无知就会恐惧 那恐惧感其实是 真的是会把人家拖到地狱那种感觉这样子 那我就这一点就是 陈经理Luna 我真的觉得很怀疑 他们信心到底从哪里来 还有一点就是说原始点不只是肉体上的改变 那我们心灵上 因为他以前老实说他很爱发脾气 但是陈经理跟他提到一句 就是他陈经理讲很多 但是这一点他记在心里就是说 不要很容易神气 那他就记在心里 但是这句话确实 我看他从原始点之后到现在 他这一点改变蛮多 那我觉得这个也 所以别人的喊话其实是影响很大这样子 我的亲身经历真的是很感谢 义夫给我们的那种 不管什么 我只能说真心的感谢 跟所有的病人一样真心的感谢 红斑性狼疮案例 我今年66岁 自16岁起身体陆续出现红斑 逐渐扩置全身 红斑处流水很痒 经医生诊断为红斑性狼疮 这些年来 我找遍中西医都没有效果 毫无改善 西医告诉我没有得医 这些年来 我时常胸闷 睡不好 头晕 走路也不稳 手脚冰冷 没有力气 体力一天一天 愈来愈弱 血压高 胆固醇也高 心脏肝肾都不好 生命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 一种折磨 2013年有朋友介绍我到张昭汉医师原始点推广点 志工介绍我原始点理论 每天都煮姜水给我喝 每天帮我按推两次 并交代我要24小时温敷 推广点的志工 试着用姜泥涂在我的红斑狼窗上 再用保鲜膜包起来 刚开始几天 很肿 很痛 无法忍受 一星期后 我可以维持12个小时才拿开 皮肤也不再流水 也比较不痒 有些地方也开始慢慢结痂了 以前我爬楼梯三节也爬不上 现在爬楼梯四十节也可以了 体力改善了很多 身上的红斑也消失了很多 也不再那么痒 按推温敷涂姜泥 2013年12月8号开始 每日早晚全身按推一次 温敷12个小时以上 每日饮用有机干生姜片熬煮的姜水 每日用姜粉加水成泥状 涂抹在皮肤上 用胶部包住至少12个小时 需要停止使用 在双臂上涂姜泥 双臂涂完姜泥用胶膜包住 两星期后 右手臂上明显改善 2013年12月8号 2013年12月23号 两星期后 左后臂明显改善 2013年12月8号 2013年12月23号 2014年2月3号 约两个月 红斑开始结痂 红斑开始结痂不再流水 2014年2月11号 又过了一个星期 红斑不再搔痒 结痂处开始脱落 变得平滑 前后共计141天 首部变化 2013年12月8号 2014年4月29号 腿部变化 脸部变化 处理前 眼皮红斑明显 处理后 脸部及眼部 变光滑有光泽 2015年12月 我真是感谢原始点 让我重生 张医师您今天讲的原始点医学 还有经典案例 我们在播出以后 会收录到官网的讲座视频的栏目里面 以后我们都会隔周播出 方便初学者了解原始点的基础理论 也让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深入学习 温固之心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 就到这里结束 好 那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感谢大家 那大家再见